大家好,我是MDS美迪邦物理理疗师薛刚 今天我们给大家所讲解的是 网球运动当中常见的运动损伤防护 那么网球这项运动 它的腿部肌肉在弹跳的活动当中 经常会导致运动损伤 那么对于小腿肌肉的一个拉伤的防护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示范这样的运动防护处理 我们首先来看小腿肌肉拉伤 经常会出现一个范围 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美迪邦运动机能贴 对这一部分的肌肉来做一个支撑 好,我们看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脚跟的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脚跟先抬起 我们需要先测量一下它所需要的一个强度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好的 我们首先把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肌贴 做一下裁切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弯形的肌贴 我们继续对两边来做一个弧形的处理 对折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的一个修剪 好 同时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分叉 我们从中间把它剪开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两边继续做一个修剪 把它两边的圆弧继续的修剪出来 好 我们从脚的根部开始把它我们的肌贴 把它给贴上 那么在根部这样子贴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拉伸 我们直接将我们的肌贴 在它的脚跟这个地方 脚跟贴上 好 同时呢 我们开始 这样子贴 沿着小腿的这个方向 我们由下到上 开始做 好 我们首先把第一条这样子贴 沿着小腿的外侧 一直到它的这个膝盖内侧 把它这边做一个扭刷处理 好 同时呢 我们将它的一个外侧 我们做25%左右的一个连转 好 连着继续连着它这个外侧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收起来 这边就不要做任何的连转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从中间我们做一个分叉 这样的处理呢 我们就可以给小腿的一个肌肉 给出一定的支撑 那么对于它小腿腿肚 这个地方的一个肌肉拉伸 我们要做如何的一个预防处理呢 我们需要拿出一片机贴 在这个部位 我们做一个矮型的一个包扎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将机贴的两端 做一个圆弧的处理 我们把机贴的中间把它撕开 我们从最容易造成肌肉拉伤的这个腿肚的中间 我们首先不做任何的一个连转 好 好 没有做连转 那么同时我们做20%左右的向下 好 末端不需要做连转 好 在它上端我们继续做20%的连转 到了末端我们不做任何的连转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做到 通过Y型机贴给它支撑 通过Y型的机贴给它做一个放松 这样子我们就很好的可以做到预防肌肉拉伸 好 通过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示范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应对 在网球运动当中 不断的弹跳运动 给小腿所造成的运动损伤的一个预防 用了美迪邦运动不受伤